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是拿奖拿到手软了 在2020年谭颂运就参加了挺多盛典 朗获了挺多有分量的奖项 而本来我以为她的奖已经拿得差不多了 结果没想到今年1月份她又去拿奖了 这波最近的心动之夜上谭颂运就获得了奖项 在19日晚上谭颂运工作室就在微博中跟粉丝们报喜了 工作室发文称恭喜谭颂运获得年度表现力演员荣誉 工作室这么一发 粉丝们就知道谭颂运又获奖了 都在为她开心了 谭颂运拿到这一荣誉也是证明了她的实力受到了认可 实在是可喜可贺的事了 此次工作室发文还配上了谭颂运一张上台颁奖的照片 在这张照片中只见谭颂运手里拿着奖杯笑得很灿烂 这回获得了荣誉 谭颂运很开心了 从她如此开心的效用就知道她获奖有多么兴奋 这回谭颂运喜提荣誉这才是一个值得庆贺的好消息 粉丝们见到消息后都欢呼雀跃了 而这边谭颂运才刚刚获奖 没想到的是近日她就有另一好消息传来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从网上得知这个消息呢 谭颂运与任佳伦合作的锦衣之下上心了 在广东卫视活力剧场播出 最近小兵从网上获知得了情况 现在锦衣之下这部剧已经在广东卫视开播了 每天晚上7点半锦衣之下就会播出 锦衣之下之前是网播的 虽然网上的播出效果很好 收视力挺高的 但是一些观众不习惯在网络平台上追剧 或者是因为没有会员就看几集就没看了 那这回锦衣之下上心了 很多观众就能够追了 大家即便看过了一遍 但还想要再重刷一遍 锦衣夫妇再度上线实在是不能错过 锦衣之下中人家伦与谭颂运的这一对CP 令无数观众入坑 即便是这部剧播完了很久 很多观众还一直在磕锦衣夫妇 锦衣夫妇太甜蜜 这观众们怎么看都不腻 这次得知锦衣夫妇再度上线 剧粉们已经都在追了 想来围观他们的甜蜜日常 在小编看来 锦衣之下确实是一部值得二刷三刷的电视剧 此次锦衣之下在广东卫视上线 那在空闲时间的确可以追起来了 六元一金虾的甜蜜爱情 追一遍怎么够了呢 多看看心情就好了 冲着陆大人跟云补快的互动 也要追起来 好了小编已经准备今晚守在电视机前 追剧了 你是不是也想去看了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